日本对中国神话有着很强烈的后奇心 于是你可能不敢想 日本因史上第一部彩色 藏篇动画 竟是翻拍中国死的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传 它甚至可能是你父母的童年回忆 也是日本知名动画导演 龚崎骏的启蒙之作 正是该片的出现 才能老爷子立志投身动画事业 废话不多说 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部1958年的日本动画 究竟讲了什么 小时候的曲线在市场上 买了一条他觉得很可爱的白蛇回家 因为他觉得这白蛇不喜欢被任人关上 可是大人们看到后 觉得这白蛇让人毛骨悚然 便数落许仙赶快丢掉 许仙无奈地把白蛇放生 他便因此以为大人不喜欢可爱的东西 临走时 道将听到白蛇说话 让他不要成为讨厌可爱东西的大人哦 许仙以为是物丁 但还是答应了白蛇 并且发誓 多年后的某天 在中国的西湖 发生了数百年一次的暴风雨 白娘娘和小青 在那场暴风雨之后 化成了连行 白娘娘便是小时候 被许仙买回家的白蛇 现在他要回来去找许仙了 一天 熊猫小胖和咪咪 收到春风的邀约 和主人许仙一起比赛吹笛子 这时 许仙听到不知何处传来的胡琴音调 在迎合着她的笛声 这时许仙听到不知何处传来的胡琴音调 在迎合她的笛声 许仙循着声音找去 远远看见了白娘子 对她来说 这是一位漂亮的陌生姑娘 但是白娘子并未现身 而是总在许仙靠近的时候 就消失了 最终 小胖和咪咪在小青的指引下 找到了胡琴 并将胡琴给带走了 小青觉得很有趣 可这时 她却远远地看见了 专门做妖怪的和尚伐害 小青慌了 许仙得到了胡琴 却对美貌的白娘子 但已释怀 夜里吹笛子的思念她 神奇的是 她吹笛子的话 胡琴就会自动弹出音乐 来迎合她 许仙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清晨 就去寻找胡琴的主人 在一个桥头 许仙与小青相遇 小青是特地等候许仙的 打过招呼后 小青便带着许仙 去找她的主人白娘娘 许仙紧张地跟着小青 进入了宏伟的住宅里 见到了白娘娘 许仙认出了 她就是昨日见到的漂亮姑娘 心下更是紧张 哎呀 太美了吧 那没想到的是 白娘娘十分地主动 开口就提到了 以前曾与许仙相见过 从以前到至今 都对许仙的心意 一直没有变 并将胡琴赠予了许仙 许仙感觉 这就像梦一般美好 全部天真的她 也不推脱 直接就收下了 随后许仙和白娘子 在庭院里共游 恶人两情相悦 相处得很是欢愉 小胖 咪咪和小青 愿意的偷看着后 也开心地雀跃起来 调皮的小胖和咪咪 将缠到在柱子上的小龙 给拔了下来 本来想拿着小龙碗的 结果没想到的是 小龙竟然是活的 还动了起来 把小胖和咪咪 给在这要往天上飞去 小青见到了 赶紧去抓龙尾巴 但小青也被小龙 给带到了天上去 小龙飞呀飞 飞呀飞 可半路又掉了下来 掉进一间 有护卫看守的 县府仓库 这房子里有很多 珠宝金光闪闪的 小青拿了两个 闪闪发光的 小青星形状的国宝 送给了白娘娘与许仙 许仙他们没有 询问宝物的由来 只见闪闪发光 也就人手各拿了一个 当做了定情信物 然而 因为小青的行为 第二天县长 就发布了逮捕令 要逮捕昨夜 偷国宝的小贼 而法海在昨夜 感受到了妖际 猜测这次偷窃 是妖怪白娘娘干的 便给官兵出谋划策 而在这天夜里 许仙正在做梦 他梦见了白娘娘 在梦里 白娘娘的神情落寞 每当他靠近 白娘娘就会变成蝴蝶飞走 突然 一群官兵 冲进许仙家里 打似收的东西 因为动情太大 而将其惊醒 官兵确实收到了小青 送给许仙的国宝 将许仙逮捕了 许仙便跟官兵说 这是白娘娘送给他的 于是官兵们 又冲到白娘娘宰前 可官兵们吃惊地看见 白娘娘那一座 宏伟的柴子 消失了 变成了废墟 而白娘娘和小青 都双双飞走了 许仙因为偷窃 被判流放到了外地区 看着被官兵 带去远方的许仙 法海有些愧疚 因为这都是他的计策 但法海只是希望 许仙能够逃脱 白娘娘的魔爪 在他的认知中 妖接近人类 都是有目的性的 最后都会因此丧命 许仙被流放到 苏州的一个城镇里 城镇正在过街 街上又五龙表演 街道里万能空向 乐郎非凡 而被流放的许仙却 欲欲挂欢 开心不起来 跟其他能新高采烈的模样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街上什么样的人类意识的 精彩表演都有 真是一副天下太平的景象 这个镇子的动物也有很多 有一只松树和一只鸭子 世界上家喻户晓的流氓男兄男弟 两兄弟很聪明 能够轻松地偷到人类卖的食物 偷到食物后 他们回到了总部 一条船上 他们的脑袋是一只白猪 而雪仙干起了千夫的活 跟着一群人一起拿船 她是千夫里最瘦弱的 拿到的钱还被其他千夫给敲杂走 雪仙的日子很难过 她心里还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白娘娘 在路边看到了鸭子和松树时 也恍惚让她觉得 很像胖胖和咪咪 一天夜里 雪仙梦见了白娘娘 还梦见了一座塔 她便思索着怀疑白娘娘就在那座塔里 雪仙熟睡的时候 有个合罪的千夫 回到他们睡觉的帐篷里 却看见雪仙的身体散发着蓝光 还有一条白蛇的影子 在怀恼着雪仙 千夫吓坏了 第二天雪仙就因为被怀疑 体内有妖气而被赶走 她失去了千夫的工作 雪仙失落地走在街上 这只法爱叫住了她 询问她是否又被那妖怪给缠上了 雪仙不明所以 于是法爱并告诉她 白娘娘的原型 雪仙一看就认出来了 这是她小时候救过的那条白蛇 妖着真相的雪仙有些难以接受 她开始到处去寻找白娘娘 想让她告诉自己 这是假的 胖胖和咪咪也十分想念主人雪仙 两兄弟长途跋涉 终于抵达了雪仙所在的小镇 一来他们便和那只鸭子相撞 松鼠看到后 立马给咪咪一巴掌 就带着鸭子跑了 咪咪立马总结出这个小镇 好危险 胖胖和咪咪到处寻找雪仙 却再次遇见了鸭子和松鼠 双方再次起了冲突 但这次松鼠和鸭子的同伙也在 他们白猪老大也在 可胖胖可不是吃素的 他一人就轻松打倒了 除了白猪以外的人 随后白猪亲自出马了 虽然白猪力大又壮 但他整天好吃懒做 没打一伙就起转徐徐 最后被胖胖给打倒了 于是胖胖成了这群动物的新老大 胖胖命令他们跟随他 一起服侍雪仙 但雪仙在哪里 他们还得找呀 此时的雪仙找到他梦里的那座塔 白猪就在里面 男儿两人刚重逢 法骇便出来阻止 他觉得白猪会危害雪仙的性命 法骇步步紧逼 白猪无奈只好给他斗发 大战几回合后 白猪受伤了 他掉回塔利变回了原形 而法骇被挂在屋顶上下不来 雪仙想要去塔利捡白猪 但是白猪不想被性爱的雪仙看见原形 所以他打算接近最后一点力量 让自己变成幻影 从这个世界消失 雪仙追着幻影 结果从山崖上掉了下去 摔死了 法骇觉得雪仙死得很恶惜 于是抱着他乘船离开 打算将他包围自己的庙里 为他超度 这一幕被帮忙他们正巧看见的 他们认为法骇是人贩子 白猪的幻影正尽力地在空中遨游 他要赶到掌管妖怪现人形的龙王那里 白猪请求龙王帮他救救雪仙 但是龙王大呼他愚蠢 因为妖精的寿命是无尽的 只要世界不毁灭就不会到尽头 于是白猪又说出了 愿意用他全部的法力换回许仙活着 只为救他心爱的人 听到心爱二字 龙王笑了 白猪又解释道 人间有妖精所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一种叫爱情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龙王嘲笑他是个愚蠢的东西 他说道 既然你觉得人类真有那么好的话 你就去走人类吧 龙王赐予了白猪一朵花 这花可以救许仙 条件是白猪成为凡人 白猪十分感激地拿到了花 他也很开心自己变成凡人 这样就不会有人来追杀自己 自己也能跟许仙白头邪道 现在当务之急 是给许仙服用这朵花 但白猪在塔里复活 却不见许仙 这是咪咪告诉他许仙的取出了 而松鼠他们在胖胖的指定下 潜入了伐海的庙宇 看到伐海正在超度许仙 白猪和咪咪坐船 加速赶往伐海的庙 白猪心情都分 小心翼地捧着那朵救命的花 那好不容易要到伐海的庙宇 却被伐海发现了 伐海一见白猪 就想再次把他打死 完全不听白猪猪的解释 也不相信白猪猪是来救人的 也不相信他没有法律这件事 伐海对着白猪猪出手了 船差点翻了 小青便叼着花想要游上岸 却被伐海一掌打回冤星 晕了过去 海里的鱼们见到后 都团结起来把小青救星 他去寻找自己的大鳞鱼伯父帮忙 小青和大鳞鱼 还有其他小鱼将大海掀起去了 想要去打倒伐海 而咪咪早就接受了那朵花 向岸上游去 小动物们用花煮活了许仙 发爱见到许仙霍乐 然后又看见了那朵花 才相信白猪猪为了许仙 放些法力的诗 于是便不再针对白猪猪 这时 雪仙看到白猪猪坐着船 被巨浪掀来掀去 便不管不顾地 跳进海里去救了白猪猪 最终 白猪猪和雪仙终于有情人 终成眷属了 故事结束 其实故事整体特别薄弱 但是作为日本第一部彩色动画唱片 在那个连带是绝对的大制作 抑郁白猪在情节上做了很大的改动 悲惨的结局也变成了大团圆 即便如此 却也不俗套 最重要的是 因为是套用的中国神话 所以日本在制作的时候 采用了诸多有关中国风的风格 导演也对中国文化 琢磨下了不少功夫 而关于是宫崎骏的启蒙之作 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资讯 但是据说宫崎骏在高中看到了这部片后 是下定决心要走进动画世界 而有趣的是 老爷子的动画 都是让观众对生活充满向往 就像是最后抑郁白猪的大团圆结局一样 我想这样的改动也是不错的 而由于在1958年 日本还没有制作长篇动画的体系 所以研究人员便对他国动画进行研究 这里的他国 我想大家都清楚知道是谁 那就是在1923年成立 那就是在1923年成立的知名公司迪士尼 整部片制作用了足足两年的时间 上映后就收到 几乎是全世界的一致夸赞 那时候中国的动画 还处于在一个相对不错的发展期 1941年的铁扇公主 1961年的大闹天公 直到1983年的天书奇谈 可是似乎在这之后 动画市场好像出现了大问题 各大低龄动画产出 而此时的日本动画领域 则达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 从基布地的创建后 大佑克阳等一系列至今 都能够称作大神的导演开始出现 但幸好独经国曼也开始恢复元气 先是大神归来 随后白蛇元气等各大长篇动画问世 未来可期 不知道视频前的各位 还记得哪些童年动画 你们对这部改动的 英语白蛇感觉如何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是少年 也为明年有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